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在拔高了那两个事件 就说而且你比如说关于规模上 你这个说明是没全国化 他那两个事件哪个是全国化 第二个事件是全国化 那是但那个全国化其实呢 是在一个后面一个发酵过程 就在祷念胡耀邦这个活动 本身并没有全国化 那四五运动就更不要说了 就是说他也集中在这个北京啊 上海啊最多在南京 他有些这个情况就没有什么 那这个本来就没什么 就是我们后人在历史 在这个政治叙事中说的全国化 那这两个事件之所以有意义 其实四五你说最后也就被镇压了吗 镇压之后 要不是因为邓小平是凭着四五 获得了一个正当性 后来他能够去做 就能够去搞一些事情呢 这种正当性的获得 这不叫合法 你叫正当性 那么这个六四呢 其实更多是对整个国际政治啊 还有包括中国政治进程 产生的比较大的影响 那所以他获得了这样的一个 这个影响力 但是我刚才还有人讲到 比如说不会发到这种规模 我觉得现在假如啊 假如说安徽合肥和郑州 是百万人和几十万人的规模 差不多就到了 就是四五和六四的这个规模了 只不过地方不在这 但是你要是想到说北京市 当时说在李克强林车来说 万车鸣笛 那个车在那个地方都亮着红灯啊 那这个场面也是已经很震撼了 那对我们在四五和六四的时候呢 其实经历那几个关头 也差不多也就这么震撼 那么至于这个事件呢 会怎么演变 我觉得为时还上早 那刚才盛平讲这个观点 说有个党 那崩裂 四五的时候也六四的时候 其实到四五发生之前的时候 就是因为呢 毛把这个那些人都给清除了嘛 让叶什么这些人退 这个好像什么并退啊 完了之后让邓 要深化批邓 然后等于这些 四人帮这批人 已经开始全面的开始 真的接管的时候 这个时候像人们这个担心 才起来 像文汇报开始说 两次说党内那个最大 那走资派不肯改回走资派扶上台 不肯改回走资派抛出三项指示维刚 那就明显对邓小平去在这一点上才激发了人们的担心 那么说其实就是我说为什么要往下看 那还要看习近平下一步什么动作在李克强之后 那个周恩来1月8号走之后呢 悼念活动到追悼完就完了 其实胡耀邦这个六四也是这样 六四之前时候胡耀邦走的大学生是悼念 但是到了这个追悼会开完 大学生的问题就不在于悼念 这个就在于胡耀邦了 就开始追究说 我们在当时自发悼念活动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要当时武警打人 要追究打人武警的责任 那么到513绝世 后来呢 这个这些就是发展之后来呢 邓小平4月25号搞了一个指示 搞了个四二六社论 又围着四二六社论 在博弈政治博弈 然后最后一直到了这个 5月13号这个绝时 到绝时才开始真正把老百姓 在那之前的时候 实际上社会上对大学生 普遍还是个观望 到老百姓真的都卷入这个运动 老百姓其实并不是关心 胡耀邦先生的事实问题 而关心是大学生在反对腐败 和反对社会不公 那个共产党要镇压他们 我们要保卫他们 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么在中间我就讲过 全国的不满情绪 是出现大规模的 这种政治风潮的一个条件 但是全国不满情绪 为什么它不能够随时发生呢 原因就在于 逻起古不齐 大家对这个问题不满 那个问题时空上比较分散 议题上比较分散 如果有一个事件 能把这些都聚集到一块 而这个事件 如果政府在处理一个问题上 出了昏招 那人们就对着政府去了 对着政府去表面 谈的是这个话 但其实心里想到自己那个话题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 李克强这个事呢 追悼会如果开完了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就是你也不能说就风平亮剑 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就像 那个周恩来的丧失完了 我要帮丧失完了一样 看后续的发展 如果政府出一个昏招 在处理这个人出一个昏招 然后就会使得大家呢 就越弄越做 我还要说 其实真正推动社会变改 从来都是勇敢的少数 他们呢站出来之后 把大度的情绪给带起来了 这个你看513绝食的时候 在这之前好多人都在骂学生 说你们86年 8586年学生搞掉了胡耀邦 你们再搞就把赵子洋搞掉了 但是513绝食到第二天 情绪就变了 这个时候其实这个运动 就开始向着一个新的方向 新的规模发展 我觉得还要再看 我是呢是说 说现在中国没有民怨呢 这个话肯定是不了解中国 这个民怨现在真的是非常大 你去问一些底层出来这些人 但你说他们反对共产党吗 他们不是反对共产党 你说他们反对习近平吗 也没几个人敢说他反对习近平 不过呢就是 原来史田先生搞这个调查 我说你那个调查 关于共产党那个不准确 我说那个肯定是 他说我是严格按民调调的 李安勇还写了序文背书 他的方法 后来我说你要真调查 你调查什么呢 你调查第一个问题 你最关心什么问题 第二个问题 你满意吗 你要这么看 我说90%的中国人不满意 我说美国人不就是关心政治意义 不就是自己最不满意的问题 在关心 争论对着就这个问题吗 我说你要跟美国人说民主好不好 没有美国人说民主不好 你要跟中国人说共产党好不好 没有人说共产党不好 那是他从小教育的 但是他对共产党的实际态度 是取决于具体政策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说 中国现在就是你说不是民运顶费 也是普遍不满了 对吧 而且呢 那你说美国也有普遍不满 问题美国提供了制度渠道 去表达它去解决它 而中国不提供这个 相反呢 政府可能会 如果跟我的基本国策变 我会压制它 就就是人民的不满 就越积越深 会借着一个题爆发出来 所以这件事情呢 说会不会演化成大规模政治风潮 现在说为时过早 1月8号周恩来事实到4月5号 将近三个月时间 然后到了胡耀邦4月15号 这个病逝 到了这个513517吧 517声明出来 那是全国规模的这种开始出来之后 也有一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 有一个月 一个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要往下看 但是我还是说 这种死人呢 就借助到处一个有威望的人呢 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形成政治风潮 形成政治风潮中间 有些政府的昏招 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为组成的 小明知 你看这个昏招在哪里 这个疫情 上海跟新疆的事情 爆发所谓的白纸运动 你觉得这个 郡道所谓的这个昏招 你这什么事情有可能是昏招 小明知 我个人感觉 习近平这个上台这些年的话 应该说是 昏招不断 但是这一回 习近平这回处理李克强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感觉 从一开始 他就拿着李克强 没有当回事 这个呢 这个呢 本身 他是无意识的干坏事 或者说是下意识的干坏事 应该说 这件事情上的这种 严重程度 他低估了 就是说 李克强的死 对中国这种 现实的这种冲击的 这种冲击力 我个人感觉 习近平根本没有 往心里去 他大概也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人 就是说 怀念李克强 悼念李克强 当然这些 悼念李克强 是出于 真的对李克强的这种 惋惜同情 还是敬重 或者说 只是借题发挥 这个我们另一回 这是另一回事 但是 习近平 一开始 显然是根本没有把这个事情 当一回事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呢 在这个问题上 他 这些李克强这个丧事后边 这些 做法上 可以 明显的感觉到 他搞得非常的愚蠢 和被动 第一个 比方说 李克强死的当天 他 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 那么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如果按照咱们一般的 常情常理来推断的话 他应该 在这个政治局会议上 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一下 李克强 今天早晨凌晨突然去世了 他应该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的推理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下 因为政治局这一帮的人 跟李克强应该说 都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这些人 此前都在政治局或政治局 这个省这一级干部里边 应该说都跟李克强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至少应该表示一下 政治局会议 比方说 如果这件事情上 放在一个正常人身上 那么就该说 有声音吗 有 我听到声音 请讲 结果呢 没有任何一点 习近平做任何表示 比方说 李克强突然死了 金岛珍刚刚突然去世 这个事情 大伙子应该会很震惊 那么 如一个正常的领导人 那么应该说 我们这个会上 应该至少表示一下 对李克强的这种哀悼 比方说 举行一个最简单的 大伙起立 默哀一分钟 对李克强的这种突然去世 表示一个哀悼 那这是人之常情吧 结果呢 当天的新闻报道里边 特别强调 习近平在这个会上 做了多少讲话 做了多少指示 提到什么 这个那个 唯独李克强 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李克强 那么你说 这不是很愚蠢的做法吗 不过想 我打上你 我不想想到一点 你刚才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 在官方的版本里面 提到就是说 李克强去世之后 有些人前往医院 或者是通过各种方式 对李表达哀悼 但是没有讲清楚 我是不晓得 他这个事情原为 到底是怎么样 我也不晓得 你没什么新的线索 这个说法 是一个官方的 一个程序性的说法 每一个领导人死之后 都有这一句话 就是在生命期间 什么去世期间 都有人去看望 什么调研 问题就在于 这件事情上 特别是在 李克强死到李克强 正式的火化这几天时间里边 官方没有一条消息 提到这些事情 而这些事情 应该是在之前 官方因为 这个事情 因为李克强的死 太特殊了 因为他是一种 完完全全超出 所有人想象中的 这种突然死亡 他跟很多人不一样 比方说 江泽民 关于江泽民的死讯 已经传出十回八回了 早就等着江泽民死 这是一回事 李鹏更是 多少人每次开会 人们都问 李鹏的女儿 你爹是不是快死了 每次都要问 你爹的健康状况 其实大伙儿 潜意识是 李鹏是不是该死了 快死了 但这个情况 和李克强的死 完完全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 既然民间社会 已经出现了 那么强烈的舆论 比方说 安徽的李克强的故居 李克强的祖居 那个鲜花都对成小山了 是不是 那为什么 你官方不做一个解释说明呢 没有 这就是说 昏招很愚蠢 就说对民意的这种漠视 当然这是共产党的一贯做法 但是毕竟 行事不一样 所以这一点来讲 就能看得出来 习近平的这种反应 习近平他的这些亲信的这种 在这个应付这种突发事件上 他们完全没有根据 就是说没有对突发事件的这种应付 应付的能力 既然事情变了 你就要调整一下策略 不能按照正常 比方说像李鹏死 江泽民死 那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大伙儿根本就不再当回事情 而李克强的死跟他们的死有着截然的不同 但是他们完全按照过去既有的程序 漫不经心 随随便便的这么 可以到最后 可以这么说 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感受 是非常的不好 对习近平这种感受 对这个 所以这个里边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习近平 无论是习近平 还是习近平这帮亲信 在应对李克强 这个死的突发事件上 非常的愚蠢 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对这种突发事件的这种应变能力 这因为李克强的死是一个 在普遍的社会普遍感受 是一种非正常的死亡 或者说是个意外死亡 但是他们完全按照 已有的这种正常死亡 完全程序化的这种处理方式来处理 所以这个引发了很多的这种猜测 怀疑和这种质疑 这个对中共政权来讲 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纰漏 很大的冲击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习近平这帮人 很无能 而且确确实实 他们也没有这种应付这种突发事件 特别是这种重大政治突发事件的这种基本的应付能力 所以搞到最后 当然这个情况又特殊在哪 今天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 应该说他们汲取了以往过去的这种很多教训 这次事件可以基本都限定在 安徽 限定在河南 可以说北京 北大 没有任何的这种 就是说意外事件发生 这个是应该说 是归于中共对社会的这种强控制能力的体现 而不是说是应对于 针对于李克强这个事件本身 当然一开始大过去 我就应该能意料到 在中国任何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引发的话 必须要体现在 第一个要体现在首都 第二个要体现在首都的高校上 而这两点 李克强事件 李克强死之后都没有 所以这个可以肯定一开始 就李克强事件就不可能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 政治事件 政治风筹 这个就没有可能性 因为没有体现在首都 没有体现在北京的高校上 这两点 共产党都把握的很严格 他封锁的非常厉害 所以这两条出现之后 当然就大伙都能 应该对中国政治有尝试了解的人都会知道 李克强事件短时间内不可能引发出来这种重大的政治运动 所以这里边呢 这不是说是习近平 他们的功劳 而是共产党这个体系 从六四事件之后 汲取的教训之后 已经形成了这种制度化的东西 程序化的东西 只要把北京控制住 把北京的高校控制住 那么应该就不会有突发性的这种政治风筹出现 所以这里边不是习近平 他们习近平那帮嫡系亲戚们的功劳 或者应付这个事件的这个没有什么披露 不是这种回事 而是说 在这件事情上 习近平和他的亲戚完全是处理的是不及格的 但是因为由于重复共产党这个体制 对这个政治事件 对民意的这种对社会的控制的能力 造成了李克强事件没有引发成 没有出现这种政大的政治风潮 是这个意思 好 我说这么多 谢谢 国庄教授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呢 就是说 刚才小明知青提到的 可能习近平可能一开始准备的应对上来讲 不是很得体 也不是很对 你怎么看 还有就是说 这个李克强去世之后 宜林第一个时间 马上从上海到北京 也就是说 刚才小明知青提到 对北京的控制 其实高效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是让到目前为止 没有出现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之一 我看不出这个中共中央处理李克强 死亡这个过程 有什么样的一个差错 因为这个是有新人士去认定 他是一个非自然死亡 而且牵着政治谋杀 所以他把他称为一个事件 其实我 我觉得没有任何根据 他就是一个心脏病 触发造成的这个 生命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凋零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共中央也是常态处理 没有采取特别的一个手段 那么之所以没有造成一个什么群众 这个抗争事件 我想原因很多 那么第一个原因就是李克强 他是一个被肯定的人 但是呢 他并没有被这个斗争被清算 或者是被受到不合理的待遇 或者是他被这个受到 过去很多中共这个人物 像赵紫阳这种 不能全身而退这种待遇 所以李克强是人家肯定他 或者对他官场上面 受到压抑一点点同情 而不会认定他就是 是一个被弃压者 他就是一个被迫害者 或者他是一个被谋杀者 没有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认定 所以应该来讲 借题发挥的空间不大 引起全国性骚动的抗争的可能性 也不大 那么第二个呢 我认为就是说今天中共 他这个人民对他有很多意见 但今天中国大陆 已经是高度世俗化的社会 不像1980年代 对于什么自由民主人权 法治有太多的 那个要抗争的意志 那么现在大部分的关心 自己的生活 生活上好他就满意 生活上不好他就不满意 今天中国大陆呢 这个经济处在一个 比较不好的状况 特别是疫情三年的防控措施 对于民生对经济造成的伤害 现在还没有恢复 那么青年失业非常严重 像这些问题呢 是民众的主要的关心 而这个关心呢 现在是造成诸多的社会不满 因为贫富不均啊 或者是房地产的调控 造成这个很多交污 没办法交污啊 投资等于是亏了大本 大本钱啊 像这些问题是民众真正的 多数民众不满 和这个认为官方应该承担一些责任的一个重点 而不是像1980年代 对整个政府跟人民的关系 对于这个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 那么对于青年政治的一个高度的向往 以及现在重点是一个生活 所以他的不满是是有的 甚至是比以前更强的 但是不是在一个抽象的或者理想的层次 而在实际的一个生活的层面 这样的层面 没办法透过李克强的一个过势来发泄出来 另外我们必须了解 中共现在是一个科技专制主义的国家 他的科技专制主义对于人民呢 做更严密的监控 据统计啊 大陆现在摄像头就六亿个 十四亿人有六亿个摄像头 所以每个人动静啊 都在掌握当中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不敢乱说乱动 而至于什么 白纸运动 那只是对于严格的管控 疫情防控不满 所表达的一种态度啊 并不是要颠覆这个政权呢 那么现在啊 人民对生活的不满啊 主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啊 那经济会当然官方承担很大的责任 但是不因此而要去颠覆这个政权啊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啊 不满是升高当中 但是控制能力也在升高当中啊 所以这个控制能力足以啊 对目前中国大陆有个强力的强力的一个管制压制的一个能力啊 所以大陆应该近期之内不至于出现太多的那种抗争或者是啊 要这个改造换代啊 这样的一个群众运动 上面那个习近平马上要去美国了啊 这个李克强这事情发生之后 你觉得会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 我觉得不会 因为 昨天那个GRG电台采访 我呢也问了这个问题 嗯 我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李克强去世 实际上就海外各种阴谋论的就纷纷出拢 就是 希望中国出事的人呢大有人在 但他们都说呢是为了中国好 其实这一次之所以没有落成全国性的 我刚才第一次发言也讲了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 没有民怨 但他有官怨 或者没有普遍的民怨吧 我这次回去 我这个感觉就是朝根是普遍满意 精英呢都有怨言 所以中国的精英们不管是国内的也好 海外的也好呢 他们希望这个能引起一些政治上的变化 这情理之中的事 它实际上并没有发生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中共的处理 我觉得实际上是 非常巧妙的 可以说非常到位的 它的规格一点不低 但是呢 没有像遗体道别这些 因为像遗体告别的话呢 你就不知道什么人会在告别的时候呢 做出什么动作来 行为艺术来 那就会 你看就是一个胡锦涛的出场 到今天为止 大家还在说他被 被架出去了 对吧 没有谁愿意去回听一下那一段的讲话 你现在也听得到 就九个字 能站起来吗 能站起来 那已经说明是身体问题了 唯一一个听到的呢 是一个做政治评论不错的一个人 就是新西兰那个叫大康 国内很多人也听他的东西 他是听到这个对话了 但他这个对话呢 他听 听错了 或者说他 把它改变了 他是听到什么呢 我请您站起来 然后 胡锦涛回答说 凭什么我要站起来 你听一下就知道 到底是我说的那个 还是他说的那个 就现在你只要打 就胡锦涛出场 你只要打一下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 可以把那个调出来 那话就在那摆着的 所以说 他没有 有官员 也有的精英之愿 精英都不满 但是没有闹起来 那么至于说他处理 确实比君涛刚刚说的 在76年的时候处理呢 当时就讲什么 党内那个 总治派的 他其实就给了人们一个提示 中央呢 除了毛泽东那一派啊 还有一个党内死不改悔的 总治派 有两个司令部 六四的处理也是一样 中央明显是两个声音 所以社会的大分裂 往往是在中央 有代表人的情况下 它才会发生 那这一次呢 我们看到中央处理的时候呢 他没有提什么沁亲王 对吧 那一般人就指的真情红了 也没有提什么鬼子六 对吧 那就是王岐山的故事吧 没有的 中央很统一 就沁亲王也好 鬼子六也好 就是你想得出来的代理人 都一起送个花圈 所以 不是像那个小明这样讲的 就是处理的非常愚蠢 什么 当然就是一般你 做政治评论也好 你讲人们愚蠢啊 或者坏啊 那总是 有一定的用处的 对吧 当你说人们蠢的时候呢 你满足了一种自己的 自立的优越感 当你说他坏的时候呢 你想着一种道德的优越感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跟事实评论并没有多大关系 就还是说没有全国化的原因 就是民怨不在那了 曾经有一次呢 一个朋友到美国来 当时是在各大做一个演讲 所以李安勇呢 是翻译 李安勇呢 请我做助翻 实际上也没用得上我 他就讲到说 中国县的情况 他总结了两句话 之所以没有革命 没有闹起的那种革命性的风潮 是因为这样 叫什么呢 就朝中 不见袁世凯 江湖 没有孙中山 就这句话比较难翻 但是 但是呢 说得很精辟 后来我跟这位朋友呢 有个小的辩论 我说这个话呢 说得很有趣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中国的现实 就中国没有 大规模的革命也好 风潮也好 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确实没有革命 这是事实 大家都看到的 当你说朝中没有袁世凯 你无非是说呢 江湖没有孙中山 你是说没有 没有领袖吧 没有野心家吧 这并不是事实 今天的中国 包括历史上的中国 从来就不缺野心家 海外就这么几百人民营圈 你说有多少个总统 我相信在座的谁也数不过来 至少你俩 两只手全用上 你数不过来的 主席就更多了 七八十个 上百个 海外也就这么几百人 就有这么多的主席总统 但是他们基本上 90%都认为 李克强是被暗杀的 95%的人 他们都希望的 这个暗杀行动 会引起中国的大规模的民变 但这是他们的自己的一些想法了 那这是海外的故事 以国内而言呢 这么大的江山 这么大的江湖 十四亿人 我相信那种 自私豪杰会更多 会有更多的这种 有雄心的 有野心的人 所以我把那个朋友的话 我改了一句 我说什么呢 我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倒过来 说朝中 街市袁世凯 江湖的无数顺中山 中国有的是这种政治领袖 但问题 为什么不革命呢 为什么天下不乱呢 因为革命除了需要野心家 需要领袖以外呢 他还需要炮灰 中国今天真正的问题 是没有炮灰 就老百姓的生活 只要还过得去 他就不会铁而走险 曾经就在许家屯去世的时候 他给和平打过一个电话 我当时也在 说我不行了 病危了 快来吧 我以后的故事要告诉你 我们当场就订了飞机票 就去了 问了很多其他问题 谈了好几天 其中有一个问题呢 但就讲他自己 他当时是怎么 一到了新市军 就成了个团长 他开始 他也是把地主女儿娶了 地主家丁呢 有这么几百 然后又到很穷困的地区 就竖起招兵旗 忽悠了一阵 就搞得差不多一个 很组建一个团的兵力吧 就那个时候的中国老百姓 他很容易去当兵 他很容易呢 做这种选择 你今天你要是到 比如说北京西山的劳务市场 或者到上海的什么地区 你去输个招兵旗 你说 我们要反一下 大概没有人会跟着你走 就没有炮灰是中国经济 今天中国稳定的 之所以李克强事件 不会演变为事务事件 六四事件 这主要原因 刚刚我也讲了 这个是由于这过去的十年的政策 向底层倾斜 或者说向小明的话 就是向左转吧 至于说恢复文革 我觉得那是个言过其时 今天你回到中国去看一下 今天中国跟文革相差十万八千里 你可以说某些地方 在言论的控制上 是有这个真相 但是在太多的地方绝对不是 文革根本就没有任何私人的空间 没有私人企业 而今天中国 就我们大家一句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 庇护兵事件以后 大家不敢讲话了 结果没想到去 在很大规模的场合 大家这种骂娘的 埋怨的 就公开的就是指名道姓的 也没见过谁 把谁的手机先收起来 而且讲的时候呢 还有人就架着录像机 就这样子就照 而很多就是第一次见面的人 可以说还是相当敏感的人 都是这样 根本没有你说的那样的 就是国内就是那种 惊弱寒蝉 不敢讲话 就只要你不到公安局门口去叫 打倒共产党 或者打倒习近平 我相信根本没人管你的 就这么回事 就说到底吧 就说中央没有代理人 就民间没有炮灰 就是李克强事件 没有研发成一个全国性 事件的根本原因 而这也是一个压力测试 中共不紧张 就是习不把他当灰事 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因为我所认识的 包括当时还在我家住者的 国内的那些自由派的异议人士 基本上全都受到了 就是电话或者说就是上港 全都受到了 可以说他们 是一种过度反应 而不是说没有反应 不把他当回事 爱把他当回事 好 谢谢盛平跟小明知青 跟这个平豪刚才提到的 这个不同观点 如果谈完这个 调恋这个李克强的活动 为什么没有什么全国化 全国明朝的这个演化 我们谈一谈这个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 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支持我们